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刊部 教务负责人 当代著名宁马派上师 藏传佛教的弘扬者 刊部长期深入藏地 以广大慈心宣导戒杀放生 素食环保 教育禁毒 防治艾滋病等理念 眼见现代人杀生情况严重 手段残忍 自1997年起 他亲自率领大众放生 倡导生命平等 解杀护生的理念 并不断调整改进放生的方法 强调以严谨的态度 科学的方式救护生命 近20年来 数以异计的生命 因此于屠刀下获得新生 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放生刊部 好 各位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再次来到 会议灯问道 节目当中来 那么上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的自成罗珠刊部 为大家解答了 关于放生的一系列问题 那么由于大家对这个 放生的问题 还是保持一个热烈 持续的关注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继续就这个放生的话题 请我们的刊部 继续为大家来答一解惑 那么看看哪位观众 哇 举起手来 来 这位观众 刊部您好 你好 那个现在有一些人 认为那个 放生是一种胆时毛 然后有的人就对这种 不屑于顾 然后您对这种看法 说法怎么说 总看 放生如果是一个时髦的话 这个有点不对吧 这我不认为放生就是一个时髦 放生就是2500多年前 接近3000年前的时候 就佛已经降过了 而且在这个佛教里面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 一个成分 这个放生对自己的这个修慈悲心也好 或者是挽救别人的 别人或者其他生命的痛苦也好 或者是给其他的生命带来实实在在的 这个快乐和这个幸福 从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它不是一个时髦 把它就是还是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如果有这个心的话 那还是应该去参加 应该去做 它不认为是一个时髦 谢谢堪布 这等于还是看你的目的 如果你是为了赶时髦而这么做的话 可能你在做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不科学放生的 事实也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任何一件事情 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佛教的东西呢 有些东西确实是 也就是走向了一个心石化 然后也可以说是时髦 而且就是说的更难听一点的话 就是商业化 这种情况也是多的 这个要看 关于这些 这个是一个时髦 还是是个什么呢 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做 你怎么去看 你的目的是什么 跟这些都有关系 但是方生它本身不是不是时髦 好的 那再看看下一位观众 堪布您好 我有一个困扰是什么呢 就是我挺喜欢放生的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他们并不理解和支持 那有时候我也想带着他们一起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感冒 所以就是请那个堪布开示一下 就是我怎么去跟他们解释 还有就是说放生的这个功德到底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学佛 修心等等 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放生 比如说吃俗 然后等等 这些问题都有 比如说家里的人 朋友 或者是社会上其他人的不理解 经常都有的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正常的范围 我们要把所有人的价值观都要同意起来 这个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包括一个家庭的成员的价值观 要同意都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如果他们实在是不能接受的话 那就是也就希望他们就尊重 尊重 你也尊重他们的一些 比如说他不吃素 他不放生 他不学佛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也就可以尊重他的想法 他的选择 然后你也可以希望或者是要求 他们不要孤独的去干预你的吃俗 放生等等 因为这些都是因为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是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大家朋友之间也好 或者是家庭的成员之间也好 大家相互尊重 不干预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 然后仿生有什么样的功德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仿生 到底仿生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功德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事情 那么从佛教的 从佛教的因果的角度来讲的话 仿生的 他的直接的 他的效果是 比如说 佛教将这个善恶因果 那么善恶因果的话 就是这个善有三包 恶有恶宝 那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 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话 比如说我们当做一件事情 好的不好的事情 结束了以后 基本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就我们看不到什么 他留下来的东西 除非是比如说犯法的行为 这样子的话 如果看到了被发现了 就会有法律的惩罚 除了这个意外 一般的这些事情就过了 我们看不到太多的 他留下来的一些事情 但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我们去放生了 或者是杀神了 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放生了 这个生命就活得了自由了 杀生这个生命结束了 就这么简单 看不到其他的 但是这个行为就会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就会搏下了一个能量 就一个中子 那么这个能量或者这个中子 就总有一天 当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 它就会发挥它的作用 这个时候 这个因果的国宝就会先前 那么这个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 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会得什么样的这个国宝 而这个世界上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是不相信英国的 不接受这个佛教的英国的观念 但是因为我们 就是因为这个 比如说英国是因为我们看不到 所以很多人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从打的方面来讲的话 这个佛教的这个英国的道理 其实我们已经是承认了 承认了的 比如说书华说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中瓜不会得斗 中斗也不会得瓜 那么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这个不是一个人为的 这是自然的规律 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会得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国宝 那么这个我们 这个在大的范围当中 这个我们承认了以后 然后在某一件事情上面 比如说在英国上面 这个也是成立了 比如说在这个新式逻辑上面 上面比如说他讲大前提 小前提 最后就是结论 大的前提是 比如说我们的万事万物 它的因和过是相同的 有什么样的因 就会有什么样的过 在这个大自然当中 所有的这些自然的规律 都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终结的话 那么古人的终结 就是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这就是说明万事万物 所有的东西 他做什么样的事 就得什么样的这个过 那么这个是大前提 我们在这个大前提下面 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观念 那么现在就是小前提 在一个 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小的范围 也就是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除非是我们有了一个 其他的这个说法 或者是其他的 很有强大的这个舒服力的证据 否则的话 那么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没有理由去说 这个善恶因果不是这样子 如果人为万事万物 是这样子的规律在云星 但是如果善恶因果不是 它是一个例外 它是一个特殊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输出它的理由 它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怎么知道它不是这样子 它为什么没有按照这个 万事万物的规律 这个云转 除非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 否则的话 我们就只能 只能接受这个观念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善恶因果 所以我们方圣 方圣的话 就方圣和沙圣 比如说沙圣 它的国宝就是 下意识 就是这个人的手名 很短 然后下意识 就是比如说 即使是投身到人类当中 手名断 然后就是不健康 就先天 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然后全中国 全世界各大医院全部照碗了 照扁了 最后还是没有治好 就是像这样子的疾病 就是得这样子的疾病 那么这是一个国宝 另外一个国宝的话 比如说 就是小孩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 人为的 比如说大胎多胎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这样子死掉 或者是很年轻的时候 小孩的时候就死掉 等等 他的杀生的国宝就是这样子 那么方圣的国宝 你方圣了以后 就是下意识 第一个长寿 第二个就是健康 这个是他的直接的国宝 这是一个他的功德 是一个他的比较主要的功德 另外一个 在方圣的时候 我们可以锻炼我们自己的慈悲心 比如说我们去帮助一个人的话 帮助一个人的话 就是被归他付出了 以后有可能这个人有一天也会 就会有一些回报 你可以收到一些回报 或者是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 在这个媒体再操作一下的话 你有可能出名 有可能怎么怎么样 都有可能了 但是动物的这种关心和为他们的付出是没有人忠实的 所以你不可能去求什么回报 不会有什么回报的 所以你这个去做的话 那就是应该是像是这个发心 他的目的是应该是比较纯真的 那以这样子的心态去做的话 那么他这个下意识的过报 是不关是你求这个过报 或者不求这个过报 都没关系 这是自然的规律 你求也不一定有 不求也不一定没有 就像自然规律 跟就像其他的自然的规律一样 所以他的一个是健康长寿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动物的付出当中 我们可以锻炼我们自己的慈悲心 比如说我们去放生的时候 就要出人力无力 然后还要去考虑他的以后的安全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么安全的地方 肯定是在这个城市的当中 或者郊区是不太可能会有的 那么所以要找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这些都需要时间 都需要精力 都需要的 那么这些都付出了 付出了就求什么 实际上这个动物 就是至少这一生 不一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这个国宝不一定 不一定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就无条件的这种奉献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在这个放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学到关心这个弱势群体 关心弱势群体 跟我们没有学员关系 然后也至少在这一生当中 不太可能收到什么回报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付出 那么这个应该是算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一个奉献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在这个当中自己可以学到关心 比我们弱势的这些群体 所以这个放生的话 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功德 然后打成佛教里面 也讲了很多放生的功德 救了别人或者其他的生命的话 那就就是因为国宝 下意识健康 长寿除了健康 除了下意识以外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救一条生命 可以在未来的 不是下一世再下一世 就未来的五百世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你可以健康 你可以长寿 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放一条鱼 放一只鸟 其实大家都能够作祷的事情 但是我们很多人就会忽略了 这个的 它的这个作用 就像我们这个七香雪里面就有一个名词 就叫做蝴蝶效应 确实是一个蝴蝶效应 比如说我们现在 就是就花了这么几块钱 就把鱼返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对于我们的现在的生活来说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有个很小的付出 但是它未来的这个国宝就不是这样子了 有很大很大的国宝 这个是任何一个善和恶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向这个朋友或者是家人支持你的这个方圣的行为的话 那么你可以把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给讲给大家 讲给他们听 看他们能不能接受 如果不接受的话 那么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干涉就可以了 那么放生其实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那么种下放生的这个善因 对 无论早晚一定会得到一个善果 对 好 那么下一位观众看看他们的问题 您好 刊部 很高兴向您提问 我有一个疑问 因为咱们现在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 老百姓的生活也都不错了 但是我会发现 这个杀害动物和吃动物的这个这个反而到这个非常的频繁 而且非常大 而且我们现在呢 尽管我们现在极力的在放生 比起杀害的动物的数量比啊 还是杯水车薪的 我想问一下 在这个在这个前提下 这一个是数量杀害的动物非常多 另外一个呢 我们放生的数量呢 又有限 嗯 这个放生的意义体现在哪方面呢 嗯 是的 比如说在一年 我们全世界的佛教徒放的这个生 可能达不到一年 一个城市 呃 被吃的 被杀的 这个生命的数量啊 这个确实是这个差距是相当相当大了 但是我们也并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的这个放生就解决这个人类这个杀戮啊 的问题呃 那就两条就就两条就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呃 呃 去做呃 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佛教他讲这个扑独终生 呃 扑独终生 那么呃 那么多的佛和菩萨都在都在这个考虑怎么样去扑独终生 呃 但是因为这个终生的数量啊 他是无穷无尽啊 无穷无尽就是没有源头的无贬的 呃 所以呢 有没有 有一 总有一天把所有的终生都给读完 没有一 没有 没有这么一天 没有这么一天 但是呢 呃 就是因为因为不可能读完 所以他们就不读了吗 也不是他们还是要读 呃 就我能读一个就算一个 能读两个 呃 就算两个 呃 就是我们方生也是这样子的 呃 杀生特别特别的读 呃 我们的方生的这个数量 这两个比起来的话 那就完全是是一个这个杀生的这个数量 是填文数字 呃 但是呢 我们如果你比如说能够放一条生命的话 那也就一个一个生命的这个问题 你就解决了 那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 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左右别人 但是你至少能控制自己 对 你自己的行为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对 那就是最好的 对 好的 那么 下一位观众的问题 嗯 康布您好 你好 呃 因为啊 从小就没有接触过佛法 也不懂得因果 而且我 我就是出生在海边 所以呢 就是从小到大就吃了很多的海鲜 包括其他的肉 就我每次就会觉得 就想到这些很很沉重 我也觉得自己很坏 那现在呢 我就想通过放生 呃去忏悔 那比如说我之前吃过就是螃蟹 那我现在去放螃蟹 那是不是可以 就是清净以前就是杀螃蟹那些罪 罪业 那么就是 呃 假如说可以的话 那我现在就是不是就反思一下 我以前杀过哪些就是物种 我现在就去放哪些物种 来清净这个罪业 呃 还有就是我吃了 比如说我杀了一只螃蟹 我得放生多少只螃蟹 才能进去这个这个 那个业障啊 呃 比如说过去这个杀神啊 然后现在用放生来弥补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啊 但是不一定 比如说过去就是杀神的这个生命 因为是旁生 所以现在要去放旁生 这个倒我觉得不一定 反正什么样的这个生命都是可以的 嗯 呃 比如说过去的这个杀神啊 现在就是干倒了这个后悔 呃 然后去忏悔的话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放生啊 一个是放生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除了放生以外 还有做任何一个善事啊 都可以的 呃 比如说 比如说你去呃 发心很好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提出赏 然后你去当移工啊 啊 然后去这个参加一些这个这个慈善活动啊 社会福利啊 呃 还有就是 还有根枝节的 比如说我们念金刚撒朵 金刚撒朵的走啊 还有佛经里面 比如说 善事无佛 忏悔文啊 这个善事无佛 忏悔文是专门用来呃 忏悔的啊 就念这个善事无佛 忏悔文啊 等等呃都可以的 啊 就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真心忏悔的话 其实就通过任何的这种做任何善事都是有这样的都是有这样的作用 对 谢谢你 对 嗯 其实也没有说具体的一个数量 比如说我之前杀了一只螃蟹 我需要放生多少只 哦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没有看到 越多越好吧 应该是 好的 有请下一位观众 呃 看部好 你好 呃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 吃素就是放生 请问看部吃素可以代替放生吗 吃素的话就可以啊 比如说吃素的话 可以简洁的可以保护呃很多的生命 也可以挽救呃很多的生命 然后这个放生的话就直接就可以可以挽救呃很多的生命 这两个都有这个放生的意义啊这里面都有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吃素了 大家都吃素的话那就是就是这就是真正的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没有买卖啊就是没有杀害啊 这些砂炉就是因为有有买卖啊为什么有买卖就是因为有人吃嗯那么如果没有人吃的话那就从源头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个呃呃吃素里面呢就确实是有这个方生的意义含义在里面嗯呃但是呢如果我们代替啊因为我是吃素的所以我不放生啊那这样子也是也是不对的啊比如说你吃素了再放生啊 啊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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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完美啊更有意义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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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人也应该去放生 如果你说因为我是吃素的 所以我不去放生这样子的话 那有点不对 那么吃素里面有没有放生的意义呢 有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理解 其实肯定的吃素也是一种功德 也是一种放生 但是如果因为你吃素了就不去放生 可能功德就没有那么大 因为直接和间接都做到的话会更完美 更完美一点 这个我想比如说我们吃素也不能代替放生 放生也不能代替吃素 比如说我经常放生 所以我不需要吃素这样子的话也不对 好的 那么看看下个观众还有什么问题 谭卢您好 你好 有些人生了病 他们会去请教法师 然后法师会说让他们去放生 请问看部放生可以治疗疾病吗 放生有这样子的作用 比如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疾病 比如说因为我们自己的营师 还有我们的其他的维生方面做得不好 所以就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导致的 那么另外有一些病 从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其他的因果 因果的关系 但是实际上比如说我现在生病是为什么生病呢 这个有精因和冤影 精因就是我现眼前的这些因缘 让我产生了这个病 原因就是稍微比较长远的 那个是比如说我上一世再上一世 我去虐待东吴 然后就是这个等等 那么这样子以后 这种病的话 比如说你现在忏悔 然后就是为了忏悔 因为我过去沙神 我现在得这个病 然后我过去就是虐待生命 所以我现在得了这个病 那么我现在知道我错了 我就是为了密布 然后我去防生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病有没有帮助 这个有帮助的 有这样子的 比如说平时我们的防生 就不是为了不能 为了自己的健康 不是为了不能为了自己的治病 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确实也有作用 也可以这样子 这个也在佛教里面也不反对的 可以的 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花钱放生 但是他们这个病并没有好呢 是 我想比如说我们生一个病也好 其他的也好 他的这个因素 他可能是有很多的因素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因素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 有客观的因素 有其他的因素都有的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他花了钱 当下他还没有健康 他的病还没有治好 那么这个是不是 这个等于是不是他的 这个花的钱等于是浪费 这个肯定是不是浪费了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为了治病 吃药 没有效果 有这样子 但是这个并不能说明这个药 它本身是没有效果的 这个药如果换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 它可以治病的 它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但是这个人的身上 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呢 那么跟这个人的其他的疾病也好 其他的他的体质也好 就其他方面是有有这个存在一些 其他的我们没有向导的一些因素 所以就是可能没有 当时没有发挥它该发挥的作用 可能也许是这样子 我想的话 再问您一个 我个人觉得比较尖锐的问题 就是有些佛教徒 就是放生 打着放生的旗号 看上去很慈悲 但是他们其实是为了 比如说为了事业更好 可以升官发财 然后或者是就是为了身体健康 他们这样的动机是否正确 这样子会不会显得佛教徒很自私呢 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 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 放生 他本来就是不是为了这个做的 是为了挽救生命 是为了减少 其他物中的恐慌 他名字也叫做无为不适 所以不是这样子 但是比如说佛教徒 他比如说他生病的时候 或者是他有一些 他遇到一些特殊的 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健康去做一些善事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了 就为了自己的健康 或是为了自己的发财升官 做一些善事 那么这个有些时候 他也会发挥作用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 在佛教里面就叫做人天佛教 叫做人天佛教 佛教要分人天佛教 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就分三个不同的层次的佛教 那么你刚才说的这种行为 放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 那就是不对的 然后放在这个小乘佛教里面 也是不对的 放在人天佛教里面 就是对的 人天佛教 他本来就是没有要 没有求这个成佛 扑独终生 他本来他的目标都不是这些了 然后他也不是 就是因为他也不是想轮回当中解脱 这些想法都没有 那么他的想法 这个人天佛教的 他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生和来世 圣圣思思 他就只追求一个健康幸福 健康幸福幸福的生活 没有其他的了 但是他追求这个幸福的生活的方法 跟我们不学佛的人 不信佛的人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不学佛的人 那就他拼命的去赚钱 没有别的方法了 那么他在这个方面就多了一个 比如说去做好事 欣赏 但是这个好事和欣赏的最终的目标 就是为了自己 实际上就是一个公理性 但是佛教里面 也允许有这样子的学佛的方法 但是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是最低层的人天佛教里面 才有这样子 我想的话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很多学佛的人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这个人天佛教 我觉得我们应该弘扬一下这个人天佛教 要不然的话 我们所有的学佛的人 一开始就要发菩提心 为别人照相 放下自己 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好听的 但是实际上你要去 要真正的去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没有那么的容易 所以就是就像楼梯式的 你先走第一步 然后再走第二步 先学人天佛教 再学小城佛教 再学大城佛教 这样子的话 可能也许会对某些人来说 比较踏实一点 所以这样子去放生的话 也不能说 也不可以完全否定 它也有它的价值 非常感恩看部 谢谢您 谢谢 就可能说放生这个行为是对的 但是可能佛教分为不同的级别 不同的一个层次 对 如果放在一个大乘佛教里面 可能这些行为 人天佛教的行为会显得有一些的狭窄 对 但是不能说这个是不对的 对 不能说完全不对 我们也从一个阶梯一样 我们先从基层做起 对 然后慢慢再把自己的觉悟和层次提升 对 对 是对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互动问题就到这里了 相信听完《词诚》楼珠 既然动物跟人一样具有知性和感受 那么不愿意承受痛苦和折磨 那么人类究竟该如何对待动物呢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在拷问我们人类 我们有没有权利说 在牺牲其他动物的生命来满足自己的一些感官上的一些享受 那么带着这样思考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戒杀放生的善行当中 能够重新审视生命平等的意义 那同时呢 我们也期待着尽快能够再次和《词诚》楼珠看部坐在一起 来共同探讨这个关于放生 关于佛法的一些问题 也希望《词诚》楼珠看部能够再次来到会登问道的节目当中来 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看部的讲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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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